大家好 今天呢我打算自己做一个排骨汤 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饭啊 看一个小笼包 正在蒸着呢 然后下面呢是我煲的汤 看看我里面炖的什么 哇 这个排骨汤 好香闻起来 现在我往里面放点灼料 枸杞花椒香叶 这个的话炖一次可以吃两次了 里面放的全是肉 朋友们 本来我还切了好多土豆 但是我现在看好像土豆放进去了呀 这个也太丰盛了吧 稍稍放几个土豆吧 再接着炖一个小时 就好了 趁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看一样好东西啊 朋友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新入手的一个暖脚宝 这边直接插上电 插到这边就可以了 看是不是暖着脚非常的暖和呀 又方便又暖和的 趁它炖的功夫 我来看我电视啊 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吃着雪糕 哎呀 这小日子 太美好了吧 有好多朋友说 小三你一个人太寂寞了 在房车里面照顾这个 但是我不觉得呀 我觉得这个生活很充实 很舒服 这个已经蒸好了 来看一下 我的排骨灯怎么样 呀 看起来很不错呀 嗯 很香的 OK 可以开饭了 我的排骨汤已经炖好了 你看有两碗呢 吃哪碗好呢 哎呀我觉得这样会不会太补了 上次有个粉丝朋友还说 小三你最近好像胖了呀 天天喝排骨汤能不胖吗 尝一下啊 原来你也不是不学无术啊 哎呀好烫 先尝一块肉吧 不如我们来比比画节如何 好画什么 画春节画 行 嗯 这个是我在蓬东来买的那个肉 真香 真香 尝鱼肉 嗯 太香了吧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也要这样煮排骨汤啊 太好喝了 一边看了但是 一边吃我的大排骨 太美味了 哎我觉得我应该现在不是那个旅行博主 我是美食博主 嗯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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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